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做有着浓郁蒜香味的烤排骨 屏幕上这些就是我们所需要的材料 排骨尽量买那种小排骨 可能有朋友会问什么是lemon pepper 这个所有的超市都有卖的 主要是干的柠檬皮、胡椒面还有其他调料 我们先把洋葱切碎 大蒜也切碎,这个要有颗粒不要用挤汁的东西 把它挤成泥或者汁,有颗粒才会香 切好了以后和洋葱放在一起 把所有的调味料倒在一起 搅拌均匀 拿一张锡纸光面朝下,雅光面朝上 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了 然后另外放一张烘焙纸在上面 排骨洗干净,用厨房纸擦干 用一张厨房纸捏住表面筋膜 用力的把它撕掉 如果不用厨房纸会打滑就很难撕 所以用个厨房纸 这层筋膜会影响把肥油烤掉也影响入味 吃起来口感也不太好,所以还是撕掉比较好 不喜欢肥油的可以处理一下把它切掉 排骨都处理好以后,我们先从反面开始 把做好的调味料涂抹,按压在排骨的两面 要用手用力的压一下,揉一下,让它尽量的味道会进去一点 涂好了一面再翻过来,把另外一面也都涂抹上 它会粘在上面,不是很困难 先用烘焙纸包好,防止水分流失 然后再用锡纸把它封紧,放在冰箱里腌制半个小时 拿出来以后放在一个烤盘里 烤箱预热375度,底下另外用一个烤盘装水 这样子烤的时候比较有水蒸气 烤1小时15分钟 趁着烤排骨的时候我们来做酱汁 如果没有专门的两勺,像这样的上面写着1汤勺 你就用普通的汤勺就行 我们用一汤勺芥末酱 两汤勺的ketchup 一汤勺的蜂蜜 另外再加一汤勺的蚝油 用半个柠檬挤柠檬汁 分享一个特别简单的方法 你可以用一把夹子夹住柠檬 然后两头用力一挤,柠檬汁就挤得很干净了 把酱汁搅拌均匀,这样我们的烤排骨酱就调好了 现在我们来看看排骨烤得怎么样了 用一个叉子扎一下,能扎透就是好了 每个人买的排骨不一样,如果不能扎透就多烤一会儿 去掉烘焙纸,把排骨放在锡纸上 刷上刚才调好的烧烤酱 烤箱预热400度,表面不盖锡纸再烤5-8分钟 烤好的排骨看着是不是特别有食欲吧 非常的软烂,还很多汁 吃在嘴里入口即化的那种感觉 这样我们的有着浓浓蒜香味的烤排骨就做好了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集再见